可能是说延后是一个没办法吗 没有办法就想了 干嘛呢 现在坐在这里干净点 突然要开这么一个会 我有点猜到了 有可能要延后 震惊 然后是无奈 挺崩溃的 挺难受的吧 难受的不止我们还有本思 一直在沉思在思考 就是觉得这个夏天错过了很多 对 我讲实话 我很需要这一次演唱会 都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 就是可以上了我们的程度 在思考上 就是你需要这个演唱会 帮你提一口气 但是这口气 现在没有给你提上去 就是怕 担心 但是我相信 之后会变好的 可能就是延迟到来的 那场演唱会吧 谢谢大家